黑鹰直升机坠毁 陆空总动员 但是山区道路泥泞 不好挺进 不止消防特搜 军方派出最精良部队 戴着红帽 背着战术背包 还有挂着绳索 手上提着切割器具 他们是陆军航空特战部队 具有两机阵搜能力 赤手空拳让人夺刀夺枪 还有高空垂降 无声无息的渗透 专进各种搏击战技 还要能狙杀敌军 被称为台湾军方最强特战 梁山部队也挺进山区 面对险恶环境 军方派出特种部队 陆军三星上将司令 陈宝渝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我们也派了特战指挥部的 总共有36员 分别分了进行山路 进去搜救 黑鹰直升机坠毁低点距离登山口 光步行就要80分钟 国军特战部队挺进 医疗救护车就定位 消防特搜人员集结 和民间救难单位 背着重装备一同进入山区 抢时间 要把国军同袍弟兄长官 统统带下山 三选宜兰资本报道